中年夫妻七一口 噩梦都能做吉宿 这句话来自东北一大叔经典名言 他嫌弃妻子 是他发财路上的绊脚石 全程语出惊人 完全不让他在场 所有嘉宾的点评和观点 现场还和沙娜老顶嘴 抢生沙娜 关你屁事 让我们先看看一段高潮点 沙娜老师怒斥男子好吃懒做 但是却被男子顶回来了 他完全不认可沙娜老师的观点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接着一起了解一次故事 是如何发展到这一步的 故事的男主人公袁先生 今年42岁来自 东北吉林目前没有职业 女主人公陈女士今年40岁 同样老子东北吉林 他是一名工厂员工 目前一家人的生活开支 全靠陈女士之声 两人结婚20年时间了 有一个儿子17岁马上要高考了 这个20年的婚龄了 按道理两个人应该都活得挺通透了 可袁先生却好高路眼 不愿去给别人打工 他一心只想做发财梦 有梦想是好事 但也要脚踏实地啊 因为袁先生来节目组之前 已经在天津创业 并且是以失败告终的 但袁先生死活不愿去打工 还想继续创业 可妻子的想法却是去打打工 赚点钱给儿子读大学 还有家里生活的开支 父母的养老 都靠妻子一个人肯定是不想的 创业失败很正常 陆琪老师目前都创业23年了 还在失败中 但人家是花自己的钱 一边工作一边赚钱 再去一边创业 而不是好吃懒做做等创业成功 可接下来妻子说出了真相 妻子不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 存下来给儿子的学费 和生活费拿去给丈夫赌博 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要是失败了孩子学费怎么办 最起码一个男人要去 创业不能把妻子孩子和老人拖下水 是个创业九个亏 况且连小钱都不愿去赚的人 让谁相信他能赚大钱呢 妻子还暴露出丈夫与一个网上 认识的妹妹勾三大四 但袁先生的狡辩却是 和妹妹聊一起创业的事情 这样资金上面就可以减轻一些负担 投资生意尤其是合伙做的生意 十个有十个都是亏本的 就算是亲兄弟都可能反目 何况是一个网友呢 并且丈夫的花花肠子 真的只有合作伙伴的关系吗 这只有他自己清楚 妻子当即就掐断了 丈夫和女子的往来 把微信和电话都给拉黑了 不得不说妻子再次 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找创业机会吗 就不想上个班了 挣个稳当 那您现在做什么呀 我现在上班 您现在上班了 打工 呦 你看这不挺好吧 那我上班了 他不上班不挣钱 那光是我的那点钱养活这个家 那我图一什么呢 那我找得上找得上 我找的是什么呢 找老公我来养他的话 那我不找个爹回来吗 对不 妻子这番话 赵川都夸在无言以对 却是一个女人 自己能养活自己 还要帮你养老人 你却在外面瞎搞不赚钱 还不说 也不做家务不煮饭不脱地 妻子下班后 还要承担这些 真的太让人心疼了 赵川也看不下去 质疑到杨先生 那现在家里谁做饭 我爱人 不是人家打工 人家还做饭 你还不做饭 因为我不会做饭 我也不愿意下厨房 那你也不去工作 也不那个 您在干嘛呢 天天 怎么说 不是心里 就是始终 不死心 把第二次创业再做起来 不是 咱们别说创业创业 不就搞个买卖吧 对 我问问 您单位人多吗 挺多的 不是什么 工厂 那挺累的吧 反正就是觉得 自己能承受得了 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12个小时 12个小时 工作回来还要再做饭 对呀 妻子每天工作12个小时 还一直想方设法让妻子 把所有积蓄拿出来 给他做生意 就这样好吃懒做 不做家务不煮饭 进工厂又嫌弃管得太严 和很累 这样的男人 就算把钱给带 小徒也不相信 他能创业成功 相反的是 如果一个男人 能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并且有收入来源 兢兢业业脚踏实地 当他看中一个项目 却少启动资金的时候 这样男人 我有理由相信 他能够创业成功 最起码有责任心和担当 有一次 袁先生从天津去广州考察餐饮 结果和伙伴喝酒喝到 醉生梦死 妻子打了几十个电话 都没怎么接到 最后袁先生给妻子回电话 才知道丈夫去了广州 妻子也没有惯着他 等袁先生再次回到天津的时候 妻子已经搬家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也是房主要到妻了吗 到妻他走的时候 没告诉我 我也挺生气的 我一生气 我就自己 我就造房子 我就把家搬走 我的一日搬走了 我也想给他个教训 你再走不告诉我 那我也可以把家搬走了 我可以不要你 我可以不管你 所以说我就没到处的 我就自己搬走 该搬 其实就不应该让他回家和进门 妻子这样做看着还挺爽 这种男人就应该这样对付的 赵川也问到 两人长期在天津 或者在外面打工 孩子和老人怎么办呢 妻子委屈的说到 孩子十七岁马上高考了 也经常打电话 让他们回老家 对孩子缺少了陪伴 对老人也缺少了照顾 男人想要创业的同时 最起码要对家庭 有责任和担当 最起码不要赌上了 全家人的生活保障 妻子三番五次 让丈夫一起回老家 那边找份工作 一边还可以照看家庭 但袁先生死活不回去 觉得面子最重要 赵川不可思议的问答 这一幕也是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告诉我 你那在创什么业啊 一口一口创业 你搞清楚 您到底每天在做什么呀 我想做的事吧 有 但是我得有启动资金 非常简单的道理 没有启动资金 我什么也干不了 那说明你是干不了啊 要是说他把钱 关于我管的话吧 可能是我已经做了 不管说成与不成 但是我没有财政大权 一个男人背后 总有那么一个 支持自己的女人 我也希望有 但是他却成为了 我想做点买卖的半角石 那我感觉是特别意外 竟然责怪妻子 是自己发财路上的半角石 他这种人 就是不把妻子的这点 救命前榨干就不撒手 不撞南墙不回头 就算撞了南墙 也要把南墙撞到后 自己躺在墙底下才肯罢手 可袁先生究竟有没有想过 把妻子的积蓄花完后 儿子高考上大学怎么办 家里父母年迈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小图认为 袁先生是一个 没有责任心没有担当 只顾字怎么爽怎么来 没有为孩子家庭 考虑过一丝一毫 这样的男人 配成为丈夫儿子和父亲们 让我们一起看看 嘉宾老师 是怎么看待这段婚姻的 首先点评的是 于继经老师 首先我先力听一下你媳妇 我听起来 家里继续也不是很多 已经失败过一次了 回头你再有个闪失 创业吧 这是九死一生 所以作为一个女人来讲的话 求一个稳定 没毛病啊 我挺他 哥们 你的问题在哪呢 我一开始投诉 还真不是创业这个事 投诉的是啥了 你连手都不贴了 拿钱你得先通过他同意啊 这感情都弄没了 你在创业有什么用 即使你百分之百赚了 回头把我们母子给扔了 那干脆别创了 于继经老师指出妻子的做法 一个要创业 把妻子当半角时 把孩子当累赘的男人 怎么可能会创业成功呢 就算创业成功 失去了最亲的人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于继经建议袁先生 脚踏实地工作一两年 自己赚到钱 并且存下了启动资金 就可以去追求 自己想要的那个 看不见摸不着的创业了 接着是沙娜老师犀利的点评 您当活到这个年纪了 您让一家老小 都在为您的创业梦想买单 干嘛呢 对付活 对付活呀 为什么说这么说 因为其实我这个词 只能说一个字狼 但我也非常喜欢狼 您不用给我上课 在我看来 您就是打创业旗号 后揽作 如果我想要再一行的话 我首先得先进这个行业 对不对 创业的人 我想要攒够我的启动资金 我得先干活去啊 我不能只老不给我攒出来那些钱 拿着这些钱去创业啊 对不对 一个家庭的财产是某一个人的吗 因为是夫妻说 是你们的共同财产 对呀 没错 请问现在你的吃喝拉萨 是谁在负责 不是说谁在负责的这个问题 我就跟你你现在挣钱吗 每个月呀 也在挣 在哪儿挣啊 打个零工呢 打啥零工呢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那肯定没有差多呀 到你在天津租房子 创业老师越来越有 图雷老师那种犀利了 一点也不惯着袁先生 但却被袁先生推翻了这个观点 似乎在说 关你屁事 可以看出创业老师气到够呛 如果是图雷老师的话 肯定直接怒批男子来这里干嘛 不听建议的话来这里 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呀 但是创业老师转头却跟妻子说道 这样的男人你还纠结他干嘛 只要自己做到管好自己的钱 坚决不给他 回到东北老师好好陪伴儿子高考 教育好了儿子比什么都重要 而说到袁先生 为何会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 没有责任心 那是妻子在每天用12小时工作 还把家里的家务全包了 给这种男人 撑着这根即将倒下的房梁 他才能这样好吃懒做的 去幻想自己的创业梦 但是只要你走 你离开了这里 这种男人就一无是处 看他还怎么嚣张跋扈 接着是曲伟老师犀利的点评 求你的事业 追求你的存在价值 追求你的目标 你在抛弃他们 这个我想说老师 这个不是个选择题 你现在就面临着选择题 告诉你 你没有那么多的退路 此时你就面临一个单选题 整天在家里偶尔打打工 没有稳定的收入 那个家里贡献在哪里 你要这个家庭的质量升高了吗 你都不能 你不会做饭对不对 你能不能去做简单的 你整天在家里 简单的热热饭 至少你在家里陪他 吃完可以洗洗碗 做做家务 这都是你的责任 都是你现在力所能及 可以做到的事情 你要创业是百分之百的失败 因为你创业的目的 并不是说你多对这个事业热爱 而什么逃避 被人的约束 怎么可能老板 比一个员工更轻声呢 他面对压力更大 曲伟老师说到了一个重点 创业的人不可能是 比打工人更轻松的 而袁先生所谓的创业 在节目组和生活的点点滴滴 看到的不是他多么的努力 他竟然是用创业的名头 来逃避上班的痛苦 用道貌黯然的由头 做出的事情 就是好吃懒做吃喝玩乐 曲伟老师断言这种男人 创业是百分之百失败的 既然已经知道失败 如果还是这样样子的状态 和态度行为 那还有必要继续拿妻子的 救命钱去挥霍吗 所以曲伟老师建议 如果这种男人不改变的话 女士应该为孩子考虑 离婚才是最好的出入 最后是陆琪老师的一番话 他直接问了袁先生三个问题 孩子如果考上大学了 但是没有钱交学费 该怎么办 不是假设 第二个问题 如果孩子上大学说 爸我要买台电脑 不然我读不了书 怎么办 第三个问题 爸妈跟你说 儿啊 我牙掉了 我要去装两颗假牙 没钱 又怎么办 第一个问题 你不用跟我讲 我知道你肯定有一整套的话要讲 没有用 我问你这三个问题 不是为了要得到你的答案 我是要告诉你 你妻子在想什么 三个问题是围绕孩子的教育 父母的养老 家庭的责任三个作为 男人作为丈夫应该要承担的责任 却一个都没有做到 陆琪老师也说 他创业的失败教训 比在场99%都要多 创业23年失败了23年 如今还在坚持 但是自己一边工作赚钱养家 一边拿不影响家庭开支和生活的 钱再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创业不是发财 这两者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 当一个男人用发财的心态 扬言自己是在创业 那这种人大概率是不会成功 因为这种人内心深处想的是我要投很多本钱进去 我要挣大钱我要挣块钱 一个人要是没有从零带一的心态去所谓的创业 而从零带一很简单 想做餐饮最起码要对这个有所了解 可以选择送外卖 在你想开店的周边 跑个遍就能知道哪个地方人口位置最适合你开店了 还有就是哪怕先摆个地摊 卖小吃这样也能为创业积累经验 还能存下一笔启动资金 这才是当下最应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好吃懒做一天天想着发财的美梦 脚踏实地才是最大的启动资金 希望嘉宾老师的建议袁先生能够听进去 最后妻子也选择原谅丈夫 丈夫也觉得陆琪老师说到了他的心里 他决定先从小做起 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把事业给做起来 希望他真的能够说到做到吧 屏幕前的你对于创业和这种男人 有什么想说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有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